好,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講倫理為證 這一個第二,這邊這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其實某個角度說重要,其實非常重要 這涉及到我們怎麼去理解歷史 我們怎麼去理解歷史,這是第一個 你怎麼去看待你跟歷史的關係 孔子處理到他跟歷史的關係 第二個,你跟改革或者變革之間的關係 我們怎麼去處理改革或變革這種事情 人活著一定會碰到,當公司也好,在家裡也好 你一定會碰到一個制度已經不行了 一個制度顯然已經無法再附和了 你跟所謂的改革跟變革之間的方法跟手段要怎麼處理 孔子也為這個東西提出了他的想法跟看法 這是大原則的問題 我們就這兩個問題,在今天我們提出來 看看孔子的想法是什麼,他的建議是什麼 有沒有道理,那我們試著講看看 就會是這樣子 首先紙章問,時事可知也 對啊,這是歷史哲學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可能從這邊推推推到一個未來的可能性 這很重要啊 這不是我們這個世界常常碰到的問題嗎 我們怎麼去思考你跟未來之間的關係 未來是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我們有可能知道未來是一個怎麼樣的那個目的 那個方向,未來的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 未來的人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生呢 這個說時事可知也,那個還表示說 未來是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他會決定你現在要怎麼做 對不對,如果我們歷史的發展是 是偶然的,是沒有目的的 你現在隨便亂做就好嘛 反正是偶然的嘛,是沒有目的的嘛 你當然隨便做就好 可是如果歷史的發展是有方向的 比方說我們可能現在比較一般而言 他有方向的 他可能是讓社會更好的社會 讓人更好的人,是一個什麼樣 中間是有一個更好的目的性的 有一個目的性嘛 有一個目的性的標局的存在 那麼,你現在的所作所為 跟那個未來的目的性之間 就可以被討論啊 搞不好你現在做的東西 是所謂的反歷史的耶 會被歷史淘汰 因為你跟歷史的進程 你跟歷史未來要發展的那個大方向是不對的嘛 如果你的所作所為跟歷史的發展大方向是不對的話 那只能說你愚蠢嘛 你沒有歷史的穿透能力嘛 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涉及到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會去思考 我們都會去思考 怎麼去做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對不對 而所謂的對不對呢 往往是我們要思考 它跟未來的發展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搭配得上 我們會這樣思考那個對不對的問題啊 這個東西很重要 那麼看孔子怎麼講 我們孔子怎麼講 第一個 孔子是這樣講啊 因 因 因於下裏 我們說下商周嘛 是根據它 有所損益 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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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來 周因於因裏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嘛 一樣嘛 下商周嘛 商出來了 下商 這是商周 一樣它又依靠 依待 然後呢 有所損益 可知也是這樣子 換句話說 我們看到 你必須承認現狀 從現狀去改革 你必須承認現狀 從現狀去改革 你必須承認現狀 從現狀找出不好的 再從現狀去往前走 這是孔子講的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禍益於周事 雖百事可知 對啊 因為 因為它就是這樣子嘛 它就是 從你現在的一個狀況 注意喔 這是很重要 你先把它聽完 從我們現在的狀況 看到好的不好的 往前改革 從你現在的狀況 看到好的跟不好的改革 從你現在的狀況 看到好的跟不好的改革 當然這個改革有一個方向性 我們假設 假設說 比方說 讓人活得更自在 或讓人的德性 可以在一個更好的條件之下 發展 這是我們總目標 那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 真有一些更不上時代的 或者社會的變化 有一些可以更改革的 我們必須注意喔 是因喔 你要尊重它 你必須在既有的狀況之下 發揮你的聰明才智去改它 而改的過程中 又指向於你所期待的那個未來性 你不要覺得我這樣講很簡單 你不要覺得喔 你先把它記起來 把這個模型記起來 為什麼我說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 大部分的人不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時代呢 這是一個歷史 你往往活在這個地方 你空頭 空空空空想 有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偉大的烏托邦 然後就 要把以前的東西都否定 要把未來的東西都否定 把所有人生啊 透過你的努力啊 你的權利啊 你的什麼東西 都把它指向這個 這個當下的烏托邦 有沒有看到 這是垂直的喔 你有沒有看到老闆就是這樣子 老闆一進來 我的理想是什麼東西 他不在乎以前是怎麼樣 他不在乎 他就是啪啦啪啦的 打破也好 打斷也好 就一定要馬上怎麼樣 這個在歷史 看了不要看了 看了不要看了 很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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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運動啊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什麼什麼那樣子 不是嗎 都是為了當下 怕當下 然後否定歷史 一定是把歷史否定嘛 認為啊 那個垃圾啦 未來也沒有用啊 也不需要未來 因為這個已經是絕對的 最好的了 我們只要想出一個絕對的跟最好的 就把所有的資源往這個地方衝 往這個地方跑啊 工作人的老闆也是這樣子啊 我的理想是什麼東西啊 以前的什麼 你家主管 以前前輩做的 但是垃圾不重要 把所有的東西都否定掉 然後往你認為這個東西衝 你認為的一定對嗎 讀歷史讀多了啦 通常不會對啦 沒有人 人不是上帝啦 沒有人有能力去想出一套 永恆的不變的東西啦 再過來 你把以前的東西否定掉 你根本找不到一個立足點 這個立足點可以讓你達到這個東西 真的是這樣子啊 你把以前的東西否定掉 就沒有立足點 你就是從頭開始 從零開始 那都是亂想的 亂弄的 基本上只要預設出一個什麼絕對的東西 把以前否定掉 然後說我們可以重新怎麼樣 要從零開始 啪 達到一個什麼偉大的東西 注意喔 這個是抽象的喔 把所有的資源都往這邊去喔 達到這個目的 那表示什麼 歷史就不流動了啊 歷史是禁止流動 注意剛才我們是講喔 歷史是不斷不斷不斷 一個往一個往一個在流動的 歷史是前進的 你現在不會是永恆的好啦 未來也必須找到方法不斷進步嘛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要尊重前面的嘛 而不是說 我們已經找到一個不會變動最好的 你也不用去想 未來啊未來不會比這個更好 以前也否定掉 那些都沒有用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為了往這個目標衝 這個我們就不用講了 你只要讀歷史就會知道 這種模式大概都是什麼模式啦 再來的災難都無比大 一個偉大的東西 把所有東西否定掉 運用所有資源往那個方向衝 災難啦 十個兩十個十個都災難了 看不到 相反的一個會成功的社會 一個國家如果很強 它基本上大概你可以看到 都不是剛才那個方法 都是孔子講了這個東西 真的啊不是嗎 尊重前面的 有一個想法沒錯 尊重前面的 從這個地方再往前推 你也不會覺得你現在是絕對的正確的 神了一百分的 你也不會 你知道有所損益嗎 我們從這邊改過來 我們努力做 但我們也一定有東西可以被改 所以你尊重它 你從它看到教訓 但你尊重它 因為你也會讓別人 以後的人也會從你身上看到教訓 往前走 真的是這樣子啊 而不是你是絕對的神 所以把別人也否定 把所有人都否定掉 只要是那種把自己當作神 否定掉以前 然後不去想未來的變化 因為你覺得你是神了 不用變了啊 你已經神了不用變了 只要你是這種模式 不管是政治也好 個人也好 工作也好 失敗 我沒有看過成功的例子 隨便你 沒關係你可以不相信我 反正你就試試想看嘛 你有權利的也好 你當小主管也好 你要幹嘛 你在思考國家政治 只要你開始想 你是像孔子這樣子 一個一個尊重它 一個一個慢慢改革 在一個大的方向性上 慢慢改革 慢慢往前推 尊重以前 也讓自己所做的東西 有一些奠基 有一些成就 讓別人可以依靠它往前走 你是這種心態嗎 你就尊重過去 保留給未來 還是你認為你是神 你不得了啦 以前都垃圾 未來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這個是神 我們往前衝就好 我們只要為那個目的去 只要往前衝 就不得了了 就是神的化身 通常 這個東西 十四八九都會倒楣 歷史總會反撲的 從來沒有成功過嘛 帶來的災難 無比辛辣 這是孔子啊 所以這個有沒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 這代表孔子的什麼 政治哲學 歷史哲學 歷史是這樣子啊 是慢慢慢慢 因與損益 因跟損益 因跟損益 一路一路往上發展 而他還是有一個什麼 遠遠的標的在 這個標的是什麼 你要是我倫理聽之後 你就知道 孔子對於他生命的期待 有一個更完美的想像 他往那個地方去 第一個 這個是政治哲學 第二個 這個也是改革的哲學 孔子認為 他心目中改革要這樣 才能夠有利 才能夠對 才能夠失效 其他那個 喊得很爽 不會成功的 真的 歷史我們也看多了 好 我們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